再來看國內上禮拜的新冠避險的本土 沒禮跟失望的因素有個創新冠 因為這陣子開始到過年期間出入境的人會比較多 這關輸入宣布從今天開始 在湯基長的勉費提供新冠避險的快台市桌 民眾如果受盡頭就要趕緊去做檢驗 國內新冠的前國在新聞 上禮拜國內新增到360個新冠本土 總共有四個據點會開始定點定時的來提供 我們公費的新冠快台市場 新冠快台市場的一二行下的街機大廳 出境大廳總共有四個據點會開始 點定時的來提供這個我們公費的新冠快台 那每天是從七點到晚上的十點半 那每一個人呢是可以領一盒 這關數表示 再來最近新冠疫情新冠 在病發展裡面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央佔百分之七八 希望國安六十五歲以上佔百分之九十 本土通報革進病發展 也跟希望病例 無助新冠XBB疫苗都佔百分之九十 除了新冠疫情新冠以外 第二次問基金雷流減就業人數是 十萬九千三百九十四人 有七少新冠的處事 也新增到四個新冠 最年輕的個案是四十多歲的年輕 流感的死亡個案的話 本身是沒有施打本劑的流感疫苗的 那它的話就是在住院 大約一個月之後的時候過世 這關數表示 流感高峰在春節前後流行 目前也是A型流感比較多 都在春節過後 才B型流感比A型流感比較多 那是新冠可能出現最高峰 第一次在一月中 所以因為春節冷靜怕大 那還有中節的活動 會出現另外一次過峰 建議民眾愛冠金主XBB疫苗 記者綜合佈渡